双语是小港区凤阳国小校定的特色课程 那这次呢凤阳国小是和日本的安农小学的学生进行线上交流 台日两校的学生呢从地方美食啊分享到教育文化和风俗 甚至呢聊到大家都喜欢的动画人物等等 两校学生透过线上会议是以英语尽情交谈 让台日两校激发更多的学习火花 而小朋友呢也在成为小小世界公民之前 先成为在地小小外交大使 热情的邀请安农小学生一定要来高雄看看最美的城市 校长黄启峰就表示 线上国际交流呢不仅拓展小朋友的国际视野 也培养小朋友应用和思考的能力 也充分落实幸福凤阳的教育目标